然后那次我是大家要当知识生打扫这样子 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 如果想大便的话怎么办 会臭到别人 我真的心里很 就是压力很大 你不会吗 那你就留一个纸条 就是说 谁的大便是像的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昨天我们聊完三十六题 对 有没有更爱上我 有耶 漫长的三十六题 真是非常感谢你 我每次在那边跟你聊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赞叹 就想说 到底 为什么那么喜欢聊天 然后有时候看看其他人啊 就是我的朋友 或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啊 他们 有些人会跟我讲说 哦 我真的 跟我老公 除了孩子以外 真的没有其他话题了 的时候 我都心里想说 怎么可能 我们就是 我跟你之间就是 什么都可以聊 什么都可以讲 对 再无聊都可以 对 不过我们要 现在正式公布 我们真正的个性 其实我们个性 并不是一个外向的人 对不对 我非常内向 我也是 我真的真的内向到就是 大家最好不要跟我讲话 可是现在大家一定不相信啊 因为我们很会聊天 因为你是跟我很亲近的人 所以我才可以这样看看而谈啊 因为我们真的看起来是很 就是在节目上认识我们的话 会觉得我们很外向嘛 就很爱聊 然后很不记性相 对啊 笑声爆裂什么的 对 但是其实什么样的内向呢 内向其实就是怎么样的环境 对我们来说是最舒服的 对对对 我非常非常的就是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对 那个舒服自在感 就真的很像是 到海外度假一样 对 所以我 我觉得 我们有很多个性是很像的 所以 对对对 我很能够理解你 就是譬如说 你很不想要 在某些时候会抛头露面啊 或者是什么 就 之所以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明明就是 其实算是蛮有料的 但是我们到现在才用 Podcast的形式 来 就是 公主于是 确实 对 真的很自在 对 就比较自在嘛 我们躲在这个 你看我们就刚起床 这样子 什么是 什么妆也没化干嘛的 对 也没有洗脸刷牙 直接开始录这样嘛 对 对 可是其实 我跟你 在工作上面 其实是算是 蛮舞台性的人 哦 对 因为我是教日文的嘛 嗯 所以我在 这个班上 就是这个场子 是我的 所以我必须是 全班 整个班级里面 所有人当中 是最 焦点 对 最焦点 然后最要掌握全局 然后是要 把这个 个性外放出来的 就是 我不外向的话 我怎么样引导学生讲话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哦 所以这也暗示着 其实我下课之后 会非常累 我的那个能力 就是体力消耗很快 我问你哦 你有没有一种经验 就是 其实你 你就是为了想要 避免自己 好像不够好笑 或者是 不够 不够表现得好 所以你 你更 就是过分的 就是 嗨这样子 然后你 后来觉得你嗨过头 然后你觉得 有点糗 对 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 有啊 哈喽大家好 但是后来觉得 这太too much 然后你就想说回来一点 然后你会觉得 自己很糗 就是我会一直在检讨 我刚刚到底表现怎么样 对 我也会这样子哦 因为有时候 譬如说我上 我们电台的节目 我也是会要拿捏一下 因为其实 我会觉得有一种状况是 大家听得出来 你是用装的 你是在人来风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因为 因为其实 呃 讲话的方式 其实还是要 比较自然一点 对对对 所以我 因为我是一个 还蛮容易就是 去 修正自己 演技的人 就是我是一个演技派嘛 所以 我会常常会在 就是在 我现在比较能够这样子 就是在讲话的过程中 就一直在检讨 就是用第三者的眼光 请听我自己说 我这样是不是太多了 因为我不想被大家发现说 我是装出来的嗨 所以我想说 呃 就是有时候要收 收敛一点 你是说你在 上你们电台节目的时候 对啊 那你在我们这个节目 夫妻纯聊天里面啊 就是你在制作的时候 你也会用这种 第三者的眼光去 听听看 你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吗 对 其实我在 我在我们节目上 我觉得我比较自然一点 哦 对 所以就没有那么 什么装嗨啊 要装嗨给老婆看 我现在装嗨一次哦 好 哎哟 你真的是哦 我觉得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你知道那种很尴尬 干嘛 干掉了啦 对 真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可是我以前 还没有 我还没有就是 拿捏好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这样子 就是不小心太过了这样子 对 这样子节目效果不好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 你 呃 要怎么样 让自己 就是可以 呃 在那个舞台上很自在 其实就是在那舞台上 你就做你自己本来的样子 可是再多加一点点 跟平常不一样 好 对 就是你还是要有舞台意识 对啊 哎我觉得我开始有耶 就是我跟你聊天说 我真的是很像是 平常在讲话的样子 嗯 可是我知道海内外 就是有很多听众 所以我还是会 有一点就是想要讲给大家听 可是我觉得我很享受一个部分 就是我跟你 我跟你聊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会忘记我在主持 哦 但是我觉得最忘我 就很像是灵魂急转弯那一个 就是跑到那个 嗯 那个沙漠里面那种感觉 哈哈哈哈 非常的开心 对对对 这样子 好 那就是表面上我们是舞台型的 嗯 是随和健谈的嘛 可是我私底下个性 就是非常内向 比方说之前我有提过啊 我如果去按摩 去洗头啊 的时候 我希望 那个美法师跟按摩师 最好都不要跟我讲话 一个字都不要 我知道了啦 下次你去 你去这些地方 然后 如果他们要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就先把 你就一直背着这个 这一集 然后就把它快转到这里 然后就是 他们一跟你讲话就说 就这样子指下手机 不用好不好 我就跟他说 我 可是我真的说不出口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你就说 我不想要聊天啊 你就把它做成一个 我 就 万一做一个小广告 我觉得很烦 就是说 其实我心里是希望他不要跟我讲话的 可是他一旦跟我攀谈 比方说 哎 你是住哪里啊 你是什么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会非常积极热情的回答说 哦 我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啊 这样子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 不想跟你讲这么多啦 很矛盾 这样 就是因为我有讲过嘛 就是我在 就是被检发的时候 其实我会 我会先安静 就是如果他不跟我讲话 我也不会讲 但是如果他要跟我讲话的话 通常我就是会 就是 就是回应他 但是这个时候 我就会感受到 我就会在过程中观察 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不会咄咄逼人的人的话 我就会 继续跟他讲 哦 然后 而且我有时候我会控球 就是我有时候我就会问说 哎 你做没法做几年了 哦 就是你直接丢球给他这样子 对 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 我会感受到 呃 他是想聊的 而且是 就是真的是真心聊 而不是那种给我打那种 马虎眼那种 那怎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他在咄咄逼人 呃 就是 什么事情都急于下评论啊 哦 就是譬如说 呃 就是 譬如说我在 我在电台工作 嗯 他就说 就是 电台工作 那你赚多少钱 蛤 然后就是 这样子 钱多吗 怎么 其实我没有遇过 这不是评论 我没有遇过 你是问太隐私的问题 对 我没有遇过这一种 但是你知道就是 有些人就是 第一个切入点 很重要 哦 对 因为其实 你不要探人隐私 这样子很不舒服啊 对 那其实我 我会感受到 就是这个 跟他这个人聊天的时候 我的 我们的频率是对的 嘿嘿 然后我就会聊这样子 对 是啦 但我其实也不会说 非常的排斥 就是当别人 跟我讲话 就是当那些 美法师 按摩师跟我讲话 我还是会对谈 可是其实你会觉得说 还是蛮想安静的这样 那这个 这个个性啊 也会延伸到 我很多其他生活部分 比方说我在路上 如果远远看到 一个认识的人的话 我一定会 先假装 我不认识他 我没看到他 然后呢 就是直到真的是 一个 不得不错身的时候 我才会 嗨 你也在这边啊 好尴尬 然后我就想说 然后我就 觉得好像太多了 然后就 就大概有 三十秒会 检讨自己说 我刚刚为什么要这样 可是你说认识的人是 比方说 就是我跟我的健身教练 住很近 就真的是 住大概一个街口这样子 然后就是那个什么 上课的地方 也是在我们家附近这样子 所以有一次两次 就是下课之后 或者是我人 就是刚好 就是有事情外出的时候 就遇到他 或是他的太太 或是他跟他太太 小孩这样子 一家三口这样 然后有时候是 他主动叫住我 然后有时候是 他 我们真的是 靠很近的时候 才看到我这样子 他就会很 很随和说 嗨这样子 立平干嘛这样 然后我就会 很紧张 然后其实 有眼看到他 我之后 我很想要 装作没看到 可是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你来当我健身教练 嗯 那我要讲什么话 你说嗨立平 嗨立平 嗨 就是检讨自己 刚演的不够好这样 那你知道 不够自然 其实你知道我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有一次就是 我们以前是合唱团的嘛 然后有一次合唱团年度公演 那时候我们毕业了 我们就回去听年度公演 嘿 然后就遇到一个学长 嗯 对 然后 我看到他 我们都是去听音乐会嘛 所以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 然后我就居然说 嗨 嗨 你也来看年度公演啊 啊不然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就吓到 因为我也在现场 他就说不然呢 但为什么要在这边 为什么要在台北市政府 亲子剧场在那边 好 后来我就真的学到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 遇到那些 这样子的人啊 我们就 说嗨 后面就不要讲就好了 哦 因为不要讲那个 嗨 你也在这里啊 就是很想要把 用一句话把那个 尴尬的空隙填满 可是用错话了 诶那 有一种状况是 有些人会 会 就是比较久 见面会喜欢讲说 嗨 最近好吗 对不对 对 其实你知道 就是其实我们 华人 其实比较是 会知道说 只要讲最近好吗 就是对方就会讲 还不错 就这样就结束这个话题 可是有些人会认真的 就是 你问我 诶最近好不好啊 哦最近又还不错啦 就是一些工作上面 有一些事情 就是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些事情 然后你看到我老板 就开始聊起来了 你有这种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我没有要问你这么多 哈 那你不能问这个问题啊 对啊 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说 就是这个 最近可好这件事情 这句话可能是 会打开别的某些 画家子的开关 诶 那是哦 那怎么办 就是说嗨 嗨 就是 嗯 你觉得刚才听的这一场音乐会怎么样 这样子我觉得还可以 哦你说是刚刚在那个 对 你说在刚刚那一个年度公演场合 如果你遇到一个熟人的话 这样子哦 对 哎你觉得刚才他们表演如何 唱得很烂 没有 为什么 哦就开始评论这样子 对对对 就这样子就 因为我们立刻有经历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件事情去做一个发言 哦确实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对就是比较比较smooth一点 嗯哼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困扰 嗯 就是啊 就是呃我 如果说我准备要出门的时候 然后我准备开门就听到外面有声音 就是对面的邻居 或是隔壁的邻居 也是准备要搭电梯的时候 我的选择就是等他们坐电梯之后 我才会出去 就我宁可 哎忘了带伞 冲出来 我宁可就是耽搁自己的人生 我也不要在那边就是 还要就是出去 去耗自己的HP值就是 就是 还要跟他打招呼寒暄这样子 以前如果很不熟的时候我会这样 可是现在因为我们邻居比较熟了 所以我就还好 对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能免则免 能避则避这样子 这也要看我那时候穿着怎么样 如果我那时候穿着是觉得很邋遢的话 我就会避 但是如果是 已经胜妆出息了 你就是西装避挺就OK 也没有到西装避挺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在电梯里面遇到其他楼层的住户 然后是有打过照面的 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聊上几句的 你会不会特别紧张 在那个电梯移动的过程中 就是也端看那个人他之前的态度 如果他是那种比较像爱下指导期的那种 我就会很紧张 好嘞 有没有这样的邻居 有 我跟你讲很多 像我有一次倒垃圾啊 进电梯 然后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阿嬷 有一个阿姨 对 因为他就是很 就是非常讨人厌 所以我就 我们之前有多次 本来是阿姨我就叫阿嬷 其实我们有多次在节目里面提到他 哦对 好然后 反正他就是 就是看我大包小包的垃圾嘛 然后他就说 哦你多久到底是垃圾啊 我跟你讲 我们家是样品屋哦 哦 我们家超干净的 嗯 很难接话对不对 对啊想要我说什么 啊好棒啊好干净 你家什么时候要卖啊 我就敢笑 嗯嗯嗯 这样子 超尴尬的 然后还有 有一次我有讲过啊 就是有一次我穿的那个白色衬衫 然后他就说 都是妈妈洗衣服 呵呵呵呵呵 就是他很怎么样 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 他都想要垫你一下垫你一下垫你一下 垫你一下这样子 就是一定要找个 SM高手 找个你的那个事情来讲 比方说我们跟小孩一起搭电梯 他就会说 现在几岁了 怎么没有给他穿外套 嗯嗯嗯嗯嗯 一直讲那样子 很啰嗦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 我一定要有自我觉察的能力 不要变成这样的长辈 就是 会让人蛮不自在的 这样 特别是像我这种内向人 欸刚刚把这一集highlight起来 像是他 遇到他的时候就播出来 直接播放 对 就是假装 不是 我知道了 假装自己在听广播节目 可是把他声音调的超大声 让他可以听得到 白痴哦 诶那上厕所你会不会很尴尬 我讲几个 就是我以前很早期 刚出社会的时候 我在一个办公室 然后那是我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嘛 然后那个办公室的编辑部非常的小 然后就是在一个 呃一个空间里面 只有一间厕所 嗯 我觉得只有一间厕所的时候 真的是很尴尬 而且没有别的楼层 对对对 就是而且那个厕所是要自己打扫的那一种 就不是有阿姨来那边就是公用厕所打扫的 就是在一个呃就是住家空间 然后有一个规划成一个办公室的形态 然后里面有一个厕所 然后那厕所是大家要当知识生打扫这样子 嗯 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如果想大便的话怎么办 会臭到别人 哈哈哈哈 我真的心里很很就是压力很大 你不会吗 那你就留一个纸条就是说 哈哈哈哈哈哈 谁的大便是香的 就说可能 我真的 然后 不行吗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万一就是 你不会有吗 就其实是在公用厕所 就是 大家大排长龙 然后 换我 然后我去大便 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是 接下来就是 那个人就是一定要上我 我上过的厕所嘛 假使我大便过 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自己对他很抱歉 你不会啊 那你就带着一个那个除臭剂 就是每次上完就喷一下 对 我后来就有发现有这东西 是怎么样发现 就是我后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是在一个补习班 然后那补习班是有两个厕所 这样子 因为老师很多嘛 还有公读生妹妹什么这样子 那也很尴尬啊 因为那个两个厕所是警铃在旁的 哦 所以我会听到旁边人就是 会喷的除臭剂的声音 喔是 nud 哦是哦 我才知道说 喔他一定是因为很担心别人 就是我知道他是一位日本老师 哦因为日本人比较拘敬 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 這個东西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叫做音机 音就是声音的音 机就是那个白学继 公主 就是左边一个女部 右边一个工程的城 大城的城 起妹嘛 它这个东西就是你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发出流水声 就是介意 对 盖掉女生上厕所的声音 因为很多日本女性觉得那个很尴尬 对 然后甚至可以就是发展到后面 后来是感应式的 只要你上完厕所你站起来 就是随着那个 真正的那个冲水的那个按钮 就是你可能是一起的这样子 就是它会有阴机的声音 也会有真实的马桶 也会冲水之类这样子 我跟你讲哦 像男生 因为女生尿尿的时候 应该是直接尿在马桶的那个 是水的那个部分嘛 对 非常有话 但是我们男生可以控制 要尿到壁上还是水上 那水上就会很大声嘛 那壁上的话就会小声一点 所以我就会控制 不要尿到那个水上 为什么 就是男马桶下面不是有一潭湖水吗 就不要 等一下弄到那个会怎么样 发出的声音会怎么样 就是很大声啊 会不好意思 你这样不是会感展现你的这个熊风吗 没有没有 不会有的人不是会特别想说要瞄准什么地方 然后表示自己很远很长 我刚才说的是坐着哦 我坐着尿 我不是站 坐着尿 你是说你坐着尿尿的时候 我一直想着 站着也可以控制啊 站着就不要不要喷到那个那一潭湖水 你是说你在用小便斗的时候 你也会避免要把他弄到那个会 就是积水处那边哦 哦 在小便斗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声音 我是说在马桶的时候 哦 就是譬如说大碗便不是会 哎你讲出了一个自己个人隐私的事情耶 就是你坐着上小 小号 哦对啊 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比较喜欢很relax的空间 对 所以我 但是我跟你讲很尴尬 就是我有认识一个人 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是 就是认识的 然后 然后我们 识一下 我跟你讲 我认识一个人 那时候我们是认识的 不然呢 我不想要讲那个关键词 我知道 我要保护当事人 好你就讲说我认识一个人就好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认识的 难道我认识一个人 那时候我们是不认识的 请给我时间减到30秒 好就是 就是他上厕所 在我旁边 如果他在我隔壁间上厕所 我一定知道是他 因为我觉得很糗 即使你没有见到他的人 对 因为他他每次上厕所 就是 大号的时候 他都会发出一个声音 就是 什么 舒服是不是 对 他一定会发出一个声音 而且他那个声音的音 直到我听得出来 就是他这样子 哦 你是耳朵 就是很灵敏的人耶 没有那个太明显了 嗯哼 对 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在 就是那个 那个大便间就是接起电话 就讲电话 大便间 接电话太尴尬 会被别人知道啦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不想要接电话 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点同情男性耶 问嘛 就是因为大部分男生上小号的时候都是在小便的哦 然后去厕所 去那个大便的那个地方就是有马桶的地方就是大部分都是因为上大号 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只要人在里面就是啊你在大便 哦 哦 哦 那个对啦 那那个大便又怎样 但是我跟 是没有怎样可是会觉得很糗就臭臭到别人这样子啊 对那我因为我是男生嘛所以我当然不是每次都是那个就是做着尿尿 就是我也会在小便头前 嗯 那小便头前如果是旁边有认识的人的话 我也会觉得有点点紧张 对啊 紧张死了 对我觉得可能会把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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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就是不想要露出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空 你的巨跟 那个那个尖隙会就是想要把他包 保守 然后尖隙 就是 要站前面一点 就是比较不会被旁边的人用余光看到 这样子 哦 对 然后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一个内向人会这样 然后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啊 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是跟长官在同一间厕所 不能叫长官好 嗯 对 就是反正就是在厕所 大家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长官 不要说长官好 嗯 对 所以我们洗完手之后 如果出了这个厕所我们就可以说 为什么 因为就是在人家在上厕所的时候忽然说长官好 人家会吓到啊 然后就是可能就 就是反正尿得很顺的啊 然后就忽然说回来 这样子 所以是说在厕所里面 大家就没有什么长幼之分了 就是大家都是男人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到外面再说这样 没有啦 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觉得厕所这样的地方 比较 不近吧 就是比较不是干净的地方 不干净 哦 所以就是会觉得在这种场合 就是不需要 还是要一直维持那种 就是 平常的那种 那种礼仪的关系 我觉得真的很尴尬 如果我回到刚刚那个 我在补习班有两个厕所的一起的嘛 就是我会听到隔壁的人 就是他可能是上完大号之后 开始用喷那个 什么那个 除臭剂 在那边 那我就知道啊 然后 我觉得很尴尬的一个就是说 像刚刚我提到银姬嘛 就是 即使只是上小号 会很不好意思把那个声音露出来 被别人听到 然后 除非我们 其实女生也是可以控制的 可以不要就是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之外呢也可以就是按下那个冲水阀 这样子 就是 一直按着 浪费水 对很 很浪费水 所以才会有阴机的产生 欸可是阴机会不会有人不知道 真的以为 啊你很像这样的声音是这个声音哦 这样子 不会啊 为什么 那就是一个冲水的声音啊 就是会自然的掩盖住 女生上厕所的声音就是 哦你在冲水 这样子 哦OK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个发明实在是 有点贴心过头 就是觉得 也太 也太 细腻了吧 对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 好上了厕所之后 我会很不想要跟别人一起洗手 或者是排队洗手 我觉得尴尬 就是 跟同事也没有很熟 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老师 然后可能那个老师 别的老师他可能是一个正职的 或者是他就比较长时间在 就是办公室里面工作这样子 总之我会很不想要遇到 一起洗手的状态 我会等他洗完手 然后擦好手 我知道他已经出去 走远了我才会出去 就一出去他就站在那个 洗手槽 而且一直看着你 我说你也上太久了吧 哈哈哈 诶 那个 那如果真的不信就是 真的就要堵 堵到 堵到他就是 反正就是两个人都一直在洗手的话 你会怎么做 就点头微笑 哦 对 可是也不会说什么 I'm so happy 就是这样很尴尬 然后还要讲说您辛苦了什么的 不用 哈哈哈 你辛苦了 就是刚刚终于 终于大出来之类的 对 没有啦 反正就是尴尬 要怎么办 如果是你的话 你遇到 你刚刚那个隔壁那个 在啊 那个同事怎么办 就会 就是说 哈喽 哈哈哈 尴尬 哈哈哈 你可以不要一直发出那些声音吗 诶 我不知道全球的听众是怎么想的 总之我是很怕遇到 在就是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 或是知道他是谁的人 或者是在工作场合里面 遇到同事一起上厕所 我真的觉得怕死了 嗯 我现在知道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怕死了 真的 然后再来就是 遇到大家族聚会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的不自在 哦 因为这个我从小就这样锻炼的 所以我才好 那因为我本身是单亲家庭 我没有遇过这么大的场合嘛 然后我 刚跟你在一起 然后还有后来结婚之后 早些年就是 有实际参与过你的那个 大家族的聚会啊 然后我 刚开始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 然后也觉得说 哇好温馨好快乐哦 真的觉得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 很棒的一个同乐会的一个局面 场合这样 对 可是后来就是 真的很久之后 也觉得说 今天有点想休息 我的那个体力值还没有恢复 对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 参加这样的活动啊 就是你根本也没做什么 你只是吃饭而已 然后点头微笑 你一结束之后会觉得超累 对不对 我整个累爆 你会觉得 其实我也会累 因为我觉得 你光是坐在那边 跟人微笑 然后 对 然后就是偶尔适合起来 就是会说 恭喜恭喜这样 对 这些都很好HP值 对对对 然后就是 而且还要留意自己 不能滑太久的手机 会被你讲 就说 哎 不要再滑了 这样 然后我想说 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我就只好把我的这个专注力 放在孩子身上 因为那时候他还很小啊 婴幼儿啊 就是还需要人家照顾吃饭 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 装忙嘛 对 装忙是很重要 可是我还是会被 一些长辈说 那个丽萍 怎么都不来跟大家打招呼啊 这样 哦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哈 那 可是我觉得很简单啊 没有 我觉得很简单 你至少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 就一轮全部打招呼 对对对 但是也不用太嗨 因为我觉得你太嗨的话 也是很尴尬 就是说 好你教我你教我 没有 就是把声音说回来一点点 不要外放出来 就是不要那种 哈喽好久不见 这样太too much 我没办法 就是有你妈说 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哈喽好久不见 这样 就是很温暖的声音 我近几年都是这样啦 对这样比较 这样子比较自在 稳重是不是 然后对而且你自己 不会那么累 嘿嘿嘿 因为你只要你嗨 因为我等一下会有两三个小时 都会这么累 就持续累下去 所以我不能一开始 就把体力耗尽 对 所以所以你就是很 就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就是 比较低调的 跟人打招呼 这样就好了 即使我已经就是受过 就是因为我跟你结婚七年 我已经至少也参加过六七次 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族的聚会嘛 可是我还是会 遇到人多的时候 我还是会稍微紧张 比方说上礼拜天啊 就是你们公司办了一个 算是一个 要怎么讲 就是一个节目的小旅游 这样子 就是你们爱上新竹的 那个主持人 就是招待大家到新浦 对 到他家做客嘛 然后一开始都是在中午 一开始是中午 在一个餐厅集合 然后先用餐之后再过去 然后我就第一次遇到了 你们的一些同事 有一些没有见过 有些是工作上 有一些交集的这样子 还没有见过面 对 然后就是你们 就是部门有几个小女生 大概就二几岁这样 那其中一个女生 我有见过 就是 其中一个女生是 我跟她在工作上面 有一个 有接触过 就是她发案子给我 然后我们有一些 工作上的对谈 然后书信往来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没有见过她本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是有见过面 可是我跟她也没有 有没有对谈过 她就是一个在 婚宴上面有 有打过照面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是我不认识的 嗯 就是三个女生 就住在我们同一桌 就是我对面这样子 然后我一入席 我想说 要讲话 我要讲点什么 不然的话 显得我很 我很孤傲 这样子 很冷 很冷 你就说 诶你也来参加这个活动 没有 然后我就 我就是 真的是考虑了三五分钟 我说我一定要讲话 我就讲说 嗨 好久不见 是三五分钟 我就是一直在考虑 因为那个时候 你不在旁边 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尴尬 因为如果是三五分钟的话 我就不会讲好久不见 不是 因为好久不见 通常是见面第一句话会讲的 就是 什么 好久不见应该是会见面 见面第一句话 你说 你看到他们 看到他 没有 因为大家都是刚入行 然后放包包 放外套什么的 然后可能他们就是 同事间还有在那边聊天 然后我也在忙小孩嘛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又好死不死 跑去其他地方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不行我一定要讲话 然后我真的 我真的考虑了好几分钟 说不行 我身为一个 大他们一轮以上的一个姐姐 就是我必须说话才行 不能都不说话 就挤出这一句 嗨 好久不见 然后我就立刻 我就跟你讲吧 你第二句话不要讲就好 对 然后我就立刻 然后我就立刻 我就很尴尬 说哈哈 没有啦 我们第一次见面 可是其实是有过 打过照面 然后也有工作交集 可是我就是 其实想要讲一句 就是好像很温暖的 热切的话 那你会喜欢跟 就是其他 其他小朋友玩吗 就是譬如说 我在 我说我在婚姻 婚姻的场合 就是如果有 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我会跟他们就是 打打招呼 就是嗨 或者是 不会连小孩 你都会害羞吧 不会不会 小孩会很 比较不怕声嘛 会跟我聊 这样子 对对对 比方说在亲子馆 也会有很多那种小孩 就是 阿姨我在玩这个 这是我最喜欢玩的车子 那我就会跟他说 哦真的吗 哇你车子很帅耶 所以我教你一招 就是你如果 遇到这样的场合 你就是 就是非常 就是大家都不是 很熟的状况 你就会找那个 年纪最小的小朋友 有 有 那那一天 刚好我旁边做一个孩子 对 然后我就会一直跟他 就哎 这样子 然后会用很多的眼神 就是温情的公式 这样子 一直看他 这样就够了 对 然后那也够我累的 这样别人就会觉得 哦 丽萍是一个很 就是 很爱小孩的人 很亲和力的 这样子 而且你跟小孩玩 你比较不会有那种 就是 世俗的包袱 对啦 其实我觉得 当天我的状况还OK 就是因为后来 我就跟你的那个 哦 其中那三个女生 其中之一就是 交友软体女 哦对对对 然后我就有很多事情 请教他嘛 就开始聊他的就是 交友软体相关的事情 对 然后还有现任男友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聊开了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其实我是可以聊天的 只是要给我一点时间暖机 那倒是因为 我有先跟你做一些 前行提要 对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你 如此的侃侃而谈 然后可以聊这么多 聊这么细 然后什么都可以讲 就是因为 你可以跟我讲 你很多你的事情 对 然后我也听了 对 然后我就可以接上去 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是 就是在外面是内向的人 然后在比较熟悉的环境 是比较可以 可以谈的人 对 然后呢 为什么说是内向的人 反正是很 很可以聊天 是因为内向的人 其实他很常察言观色 所以他很擅长倾听 观察 对 我们是很擅长观察 和倾听 我们一定不会 就是在一个 不熟的场合 就直接大放厥词 对 不会贸然的讲话 所以我们会 擅长观色嘛 然后我们就会很体恤 其他人 对 所以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 我们比较可以就是 在 就是你知道那种禅中 有一个 有一个小故事啊 就是有一个叫南影的一个 一个法师啊 就是别人 就是有一个弟子 来跟他求教 然后他就是 那个法师就倒茶 到一个杯子里面 他就一直倒一直倒 倒到那个水都满出来 茶水都满出来 结果他那个弟子就说 诶 师傅不要再倒了 然后那个法师就说 你就像这个茶杯一样 就是你自己 不先把你自己的观念倒干净 那我怎么给你新的东西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聊天也是一样 就是 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要想象的是 我们是一个空的杯子 我们要听别人讲话 对 所以我们 不要先急着把我们的水 倒给别人 哦 对 就是不要先急着评论 下指导期 对 对 因为我遇过很多人 他们其实是很外向 感觉是很会聊天 对不对 可是因为他们的外向 他们比较不会体恤别人啊 所以他们就常常就是 很急欲的发表 他们自己的意见 哦 好 比方说 来 来临摹一下一个状况 比方说 我是 我们是夫妻 我是夫 那我是一个 工作很累的人好了 就是 哦老公我最近那个状案真的是 好累哦 就是常加班 我跟你讲 怎样 你 你真的哪算是很累啊 像我的工作才叫累 你知道吗 而且还有 就是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不要做这么累的工作 是你自己不听的啊 我刚刚只有讲一句话而已 你讲那么多句 大忌你知道 就是第一个就是 不要跟别人比忙好不好 我觉得很烦耶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会 我会一直用那种 你看都被我料到了 早知道 你就 好这个还 这个我来这个来 对 你说你这专案很忙 哦 最近 马上那个专案超忙的 不是跟你讲 不要接这个案子吗 都跟你说 这被我一一料中 你会很忙 你会很累 你会不想要 就是 好好的休息 没有时间好好的休息 然后呢 你也没有多比较 你也没有比较多钱 可以给我啊 没有 很烂 你这样真的不行啦 你还在演戏吗 对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有点下针的感情进去 就是在抱怨你某个专案 哈哈哈哈 对啦 好对啊 我是觉得就是夫妻之间啊 其实你就先同理别的情绪 好那我们来一个正常版的 对 哦老公我最近 那个专案真的好忙好累哦 嗯 哈真的哦 对啊 因为你这个专案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就是从去年九月开始啊 一直忙到现在 几乎是马不停蹄 那它会有一个终结点吗 终结点是说 这个案子就结束哦 对 可能要到今年年底吧 嗯 那你是不是 就撑过这一阵子 然后 但是做完之后 你可以跟老板说 就是 下次不想要接这样的案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是我可能会 之后会先提一下 表示跟他讲说 我真的是很累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帮忙 就是譬如说我在 就是某一个场合 我就是 就是只是 呃 无意间讲出来说 啊最近老婆常加班 你说你要帮我跟老 我的老板讲哦 对啊 你跟我去办公室恋情吗 不是 但我不要 我不要就是很刻意的讲 我就是在某一个场合 就是只是 发脸书 无意间给他听到 对 就发脸书到tag我 然后就说 最近老婆加班辛苦了 哈哈 对啊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反正就是 在某一个场合这样子讲 然后 老板说 会不会太弱 如果太弱的话 就下猛药 就直接 就这样聊起来 就是 帮对方想办法 好换我 就是刚刚那个 你那个 你的案子很忙 好 最近真的好辛苦 每天都每日每夜在工作 你在忙什么啊 都不好回家 帮我顾小孩 怎么了 你刚才是一个好的示范吗 对啊 你来拆啊 来拆我的招 嗯 就是我 因为我真的 我其实我觉得 那个很想要回来 顾小孩 可是因为这个工作 就是一定得我做 对啊 因为当初已经接下这个工作 你说整个公司 只有你会做这个哦 不是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 在一开始提案的时候 就已经写的是我的名字 所以说 我就是不得不把它完成 必须是 你负最大责任的是不是 对 可是我 我觉得我这一个案子 做完之后 我会慎重的考虑 下一次 我应该要勇敢的提出说 哎我 我是一个有 还有七小的人 哦 我觉得我不想要这样子 就是你至少 你周末要回家睡觉 这样子嘛 对啊 哎你会觉得 你做这个案子 做这么累啊 就是其他人知道 你的贡献跟付出吗 你的老板知道吗 嗯 他知道吧 他知道 我觉得你要多表达这个 就是让你的同事啊 还有你的长官知道说 你真的是为了这个工作 这个专案啊 就是花费很多精力 然后就甚至是 必须周末都要去加班 这样子 你要多表达这个 让他可以知道说 哦 冠好真的是蛮累蛮辛苦的 不然的话 我觉得没有实质效益耶 那边白忙 都没有实质的那个加薪 我觉得蛮可惜的 嗯 嗯 好 OK 那如果加薪之后 可以再多给我一点钱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吗 可以 好 好 OK 很好啊 对对 是不是 我觉得 就是要这样聊吧 就是你先听对方说 嗯 不管那个是不是 你能够认同的 对 先不要急着下评论 对 然后 听他讲完之后 你再给予一些 我觉得再多问几个问题 嗯 然后问一些 他那个烦恼相关的事情 对 然后再把你的建议给他 或者是你的经验分享 这样子比较能够让对方接受 对 可是我觉得啊 会聊天的人 他是对对方不会一直下评论 可是对他们彼此 对其他的事情和人 其实很喜欢评论 你知道吗 像我们为什么那么会聊 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怕没话题 是因为我在走在街上 我觉得有个招牌设计的很丑 我都会拍下来传给你说 你觉得这个招牌设计的 是不是很丑 会 或者是看到一些好笑的文章 直接转给你笨版啊 干版啊什么之类的 直接给你看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就因为我觉得话题是要去找的 而不是说你就只会 就死死的工作 然后工作你觉得有些夫妻 譬如说啦 我只是说譬如 就是老公他是工程师 他每天面对机器 他可能比较没有人的温度在那边 所以他会觉得没什么好聊的 就比如说 就是公司的人 其实或者是他是一个主管 所以公司的人都没有跟他很亲近 嘿嘿 对 就是他都是一个高高在那里 就是有点高出不胜寒的位置 他会不会觉得就是老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啊 对 或者他管理上面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他觉得 那个是有点自尊 所以他就不想要去摆出来给大家评论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就是每个人工作上面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啊 对 我觉得就是伴侣应该是要可以听的吧 没有我是觉得说 就是不要 如果你真的觉得工作没什么好聊的 你就不要去勉强聊工作 可是你们可以聊其他的事情 譬如说看新闻 然后就是常常看一些剧啊或什么的 任何话题都可以成为你们之间的很好的 素材 对啊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认识那个工厂其他男嘛 对对对 我就是想要讲他 他是在工厂工作 但是就是我们会印象中觉得工厂 如果是作业以为的工作 应该是很枯燥无聊的嘛 一成不变 可是他就很喜欢在那个时候就是跟那个同事聊天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工厂人间观察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保佑 类似我们是一个 那个SNG特派员的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把我们很多在就是工作场合 或者在路上或者在个人的活动中看到的画面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转述给对方听 然后我们在一起针对这件事下评论 对因为我觉得评论别人其实是OK的 可是不要随便的轻易评论对方 就是说就是评论伴侣本身是不是 你可以评论可是不要用很犀利的言语 对也不要用那种 责备 你以为我怎样 我就是那种 我可是比你更忙好不好 对或者是你早知道这样干嘛 就是不要讲那种话 真的 不舒服的耶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会就是经营 把这个婚姻经营的比较好的话 其实应该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所以我们比较同理对方 比较愿意同理对方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要轻易的想要改变或者是扭转别人的想法 这个是蛮重要的 就是给对方自己选择的机会跟空间嘛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当时一直都是抱持这个态度 所以我才一直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存钱 因为我就是算是比较在旁边苦口婆心的劝 可是有时候会甚至会有点强势说 你为什么不存钱 你赶快存好不好 反正会让你有点想要逃走嘛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难的 因为假使真的是有一个 真的是蛮是非选择体的那一种时候啊 你真的觉得说你应该要这样做 其实是比较好的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 就是让对方可以比较顺着自己的想法呢 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像爱尔文之类的 这样子的YouTuber嘛 也许他已经很早开始就是经营 可是我们还没有开始追他的影片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候 其实你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做法是可以这样 用其他人来点心你 可是你不一定要是传影片给我 那怎么办 你可以自己再看 就是譬如说你把那个声音放很大声 然后我可能就会被吸引过来 我可能要在家里面就是 每个房间都放喇叭 这样子 喇叭这样子全部都开启之后 然后开始播放 让你无所顿好 这样子 开始接受新知 我觉得就是最近看我们 我们最近看的那个影片真的还不错 就是那个什么 爱尔文他上那个大爱电视的一个节目 他分享说他为什么开始理财 然后他就是鼓励大家开始理财 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 不管是从哪个层面来看都非常棒 首先他真的非常会简报 可是说真的啊 因为以前对我来说理财是一个我很自卑的点 所以你如果传给我那个 看到理财相关我也不会打开来看 对我觉得早期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跟你一样啊 可是后来就是我觉得 可能会真的是被逼到一个绝境 比方说我真的觉得我老公不行 我不能一辈子靠他 我靠他我会死掉 所以我必须靠自己的时候 我就开始存钱 对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心境常有转变啊 然后我们以前很讨厌那种心灵鸡汤式的文章 我现在反而蛮喜欢的耶 对因为我觉得人活到这个年纪其实很需要的是一些 能量的补充 对 像以前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纯小说的东西 纯文学的东西 可是后来我妈觉得那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 就是它也是一种生活的调剂 可是我更喜欢有人帮我把智慧整理出来 然后我在看这个书的过程 我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的收获 对没错 当然就是那个收获它必须是要建立在 它也是要穿插故事的 因为我不喜欢纯说教的那种文字 是啊 对我就喜欢就是他分享他的故事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的故事就像我们喜欢听podcast 其实我们的重点就 我们不断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说在我电台 每次访问之前我们都会跟来宾说 等一下尽量说故事 说故事 说你自己的事情 对最重要的就是说故事 然后那个故事是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说别人的事情 就不要一直旁征博影 别人的东西 你真的要讲自己的东西 对 因为你的故事 就是别人就会想听 从故事中得到启示嘛 对所以我是现在比较喜欢看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没有错 其实这一集之所谓诞生 今天我们聊这个主题啊 就是因为我看了黄大千的一个 一个影片 叫做内向人的困扰 对 那我觉得超级重的 对 就是基督它里面讲的这个 我大部分都有这类似的心情这样子 我想说 诶我们真是这样子的人耶 对 然后就开始跟我分享说 其实你面对隔壁的邻居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天啊 这就是我们 我没有你那么严重 我觉得我稍微比你外向一点 因为你在公司上班啊 没有还有 因为我很会演戏 就是我对于任何场面啊 我是可以hold住的 所以你可以游刃有余的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可是我必须要说 那还是 那毕竟是演戏 所以还是会耗损PH值 所以我 HP值 还是会耗损HP值 我刚才是不是也有讲错一次 没关系 好 所以我 我就是会 呃就是 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 会在我回家的时候 我很需要给我自己一个时间 让我充饱那个 对没错 所以其实 我跟你都是同类的人嘛 对 所以就是 当你说你想要一个人 好好安静干嘛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太会去吵你 嗯 我们就各自做各自的事 对啊对 完美 是 可是我们有个小孩 他觉得不会让我们有这种时间 他不会让我们散疤感笑 所以我们就是很想要把他弄很累这样子 让他可以 给我们有机会独处这样子 对 跟自己独处 对 好 今天聊这个非常开心 因为我终于可以把我的这个心情就是侃侃而谈 就是我真的很怕别人跟我攀谈 嗯 所以同学们 还有朋友们 还有听众朋友们 嗯 在路上遇到我的话 你可以再远远的 就是跟我打个招呼就好 没有 但是如果你大笑的话 全城 全阵的人都转头 有那么吗 最好是我有这么红到这种程度 反正就是这样啦 如果大家有听的话 应该都会热得出来啦 反正就是你不要突然就是冲上来 然后就是麦克风嘟过来 就是说 诶我就是真的听你节目很久干嘛 我会很紧张 真的 那你觉得你期待大家怎么样 就是 如果 就是好好的说 诶哈喽你会不会是那个 那我就 我就会 就是比较有机会可以暖机 不要一下就跟你说 嗨 我吓死了 这样啦 我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打个招呼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 就是 节目到底是有几个人在听 有啊 很多 就是很 像我们说到底是什么人在听 然后就立刻有一个 台南媳妇 对对 他就跑来 对他就说 我就是那什么人 我是说你不是什么人 你是台南媳妇 你是有 就是被我们 就是 你有领一个绰号证的 对对对对对 想要领取绰号证的请来留言 真的 很需要大家的五星评价 跟Apple Podcast的留言 还有脸书留言哦 哦对对对 那我之后会就是 就是我这个老人家终于准备要开始经营IG了 我个人都没有IG 所以我就是想要弄一个我们节目的 昨天你也跟一个年轻人攀谈 对对对 我就是你弟啊 然后我想说 诶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用 我真的不会用IG了啊 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些经营的心法 诶对 其实你对年轻人很有一套 就是你不会一直去问他 就是去指导他 或者是去问他的事情 诶可是我会问他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可是我不行 这个不能再这样问了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 我不能一直用问题来开场白 这样子人家觉得我很烦 可是你可以请教对方 对 然后我就想说 不行我今天要换个方式 我昨天就是 就跟你弟讲话的时候 我想说我不能再问他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因为他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嘛 我也不会问他说 你是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觉得这样很尴尬 我就跟他说 诶我最近想要弄一个IG 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用 可是你不是演戏人 因为你是真的想要知道 真的啊是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 诶后来我想想说 他就是也很自然的 就跟我应答嘛 我就想说 嗯这是一个好的开场白 跟少我一轮以上的孩子们 我可以这样子问他 这样子 或是问他一些 关于年轻人在聊的话题 聊的流行什么事 对对对 然后比方跟小学生 可以聊鬼灭之类的嘛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不会过时的老人 反正我就会实时 还是老人 我就是实时警觉自己 就是千万不要变成那种 凡事都是用问题 还有就是自己的评论 在那边开场白的人 我觉得 有风险 对 被讨厌的风险 是 对对对 真的 嗯 好 那明天我们的 日文情境小剧场啊 会聊到一部片 嗯 就是 闲珠首饰剑步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遇过色狼的经验呢 嗯 有没有被误认为 你是色狼的经验呢 嗯 来看看吧 好 来听听这一集吧 嗯 好 那明天聊咯 OK 拜拜 拜拜 嗯 感谢观看